没有任何一毛钱放入我的口袋 拉起口袋证明自己真的没A半毛钱 他是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前少将参谋长韩玉平 遭指控挪用2880元公款 时间到回2015年 当时国军正在进行汉光演习 韩玉平挪用家菜金来支付部署家人的餐饮费用不到3000元 却被一贪污治罪条例判刑四年六个月确定 还因此丧失退休凤 他喊冤自己没贪污 也有立委申员认为法官判得太重了 不过民族提出不同看法 到底算不算过重量刑 各界见解不同 律师也解释要认定韩玉平挪用公款的法规有两种 而判决结果也会大不相同 法官已经从量刑上认为说 因为他的犯罪行为不严重 所以已经把他判清了 只是你一旦一旦只要进入贪污治罪条例 就是判这么重 所以除非现在的司法认为说 其实这个家菜金是不是不算贪污治罪条例 法务部长蔡清祥承诺会检讨贪污治罪条例的相关规定 只是因为不到3000块钱 不止没了退休金还得吃上四年半的劳烦 花联高分解认为法院在事实认定上有错误 因此决定近期替韩玉平申请再审救济 这位前少将将有个机会再次替自己洗刷清白 欢迎订阅上将英文调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